言情提要 段逸璇在爱奇艺直播间 给杨冰一定惩罚 好 让他绕着剧场 绕着剧场 外面 跑一圈 这个我们也播不了呀 你们播不了啊 怎么的我还准备 再多问他要一条微博 对 让他绕着剧场外面 跑一圈 别喊别说 段逸璇 然后发微博 怎么样 我是没什么问题 我是怕这个微博份额不够 这个微博份额不够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 就是艺人发微博是需要 发一条 跟我有关的微博 可以 我明天就跟他这么说 好不好 你就说我说的 行 没问题 就是绕着剧场跑一圈 然后说段逸璇 我好喜欢你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来看看 今天杨冰宜在爱奇艺的直播 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最后的那个 不能说你以为他的问题提问环节了 好的 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家准备好了吗 各种问题 哇 他们说你以前读过诗 读过诗 对 那也是之前的一个别的电台节目 对 我再说一下游戏规则 这一轮呢 我还是会随机截屏选了两到三屏的弹幕提问 然后你需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一个是要用夹字音 另外一个是不能用不能说你我他三个字 如果本轮输了三次以上 然后将接受上一位艺人规定的神秘惩罚 一点都不神秘 对 那个神秘惩罚已经提前告诉你了 然后这一轮如果输的话 就是神秘惩罚了 段逸璇为你设置的跑公演的地方 然后一边说段逸璇我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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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段是最难的游戏 最难的游戏啊 所以要接受神秘惩罚吗 你要看这轮你是想要赢还是想要放水了 你这话说的 哎呦他们的问题好刁钻哦 刁钻吗我突然好奇了 说一些大家问一些能播的问题哈 哈哈哈哈 不要讲怪话 啥 最聪明的宝贝是谁 最聪明的宝贝当然是杨兵怡啦 杨兔兔是谁的小可爱 我的 哈哈哈哈 一次哈 插队谁最刮 怎么会又有这个问题 杨兵一 王国里最漂亮的人是谁 杨兵一 哈哈哈哈 水推最喜欢的人是谁 当然是我啦 第二次啊 大家都在说等一把子水哥跑去场了 然后说 队内你最想合作的三位金花是谁 金花 嗯 我们队友吗 哈哈哈哈 等一下 那我那我问一个这个哈 土土是最可爱的小宝贝吗 是啊 你肯定都不知道土土是什么 土土是一个人 不是 土土是我的小猫咪 他土土是你的小猫咪啊 嗯 说一说今天做了什么 今天去 工作了 然后还去和家恩吃了一个饭 没了 没了 和谁吃啊 李嘉恩 这碗烤肉呢 这碗烤肉之后他就 哈哈哈哈 三次咯 真的吗 对呀 三次咯 已经三次咯 神秘惩罚 来咯 啊 静止画面来咯 啊 我以为我才两次 三次了 确定是三次 爱人中也没用 现在装死也没用 哈哈 姐姐 哎呀 人家忘记了吗 哈哈 哎呀 怎么我以为才两次呢 你要在微博里面爱段一旋哦 然后围绕着剧场外面跑一圈 边跑边说 段一旋 好轩你好轩你好轩 你可以先说一下这句话吗 先用夹子音来说这句话好了 段一旋 人家好轩你好轩你好轩你哦 波波 哎呀 发生了什么 屏幕炸了 不是 哎呀 这就是说一些些基本操作 那这是你们的常规操作 嗯 不是啦 不是啦 哈哈 在外人面前说怪话是吗 没有 没有 他们说你不太聪明的样子 哎呀 我这我不是我要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我刚刚以为 嗯 你用夹子音来回答问题吗 就是我刚刚以为刚刚才错了一次 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再错一次吧 没关系 结果居然已经三次了 哇你真的用夹子音说话的时候就会不想要惩罚你 那就不要惩罚我了吗 没办法呀 可是人是人家段一旋设立的问题 又不是我设立的惩罚 也不能怪人家啦 那等一会人家就是揍他了 这也太甜了吧 彩蛋来了 正好就有个人叫费兰什么养伤中 他说可乐和段一旋掉入水中 你会救哪个 段一旋 段一旋 是因为他给了你个灯吗 不是 我怕我活不过清幻 段一旋 反正最喜欢的三个成员 段一旋 瑶瑶 二 哎呀 第三个是说谁呢 好好说了 说旋旋的三个优点 棒 大方 还有就是真诚 最喜欢的大姐姐是谁 段行 瑶瑶 杨姐 生日当天 我知道了 哎哟 好的 他们记忆力比我好 嗯 就是我今年生日的时候 当天 你还就是上海这边 刚好那天刮台风 哦 对 然后那一天我生日本来是说 零点 一般来说我们的习惯就是零点会跟 开个直播 然后跟大家一起过生日 然后那一天 因为台风太太强了 然后就停电了 然后我的生日 就是很 很惨 是 拿了一个 又要 又要提到段玄 拿了一个段玄的道具 的灯 然后就那样子 打着 跟大家过完了我的生日 外面刮着风 然后 你就听着外面刮的风声 然后 屋里漆黑一片 然后拿着一个那个灯 然后直播 就是有种 很惨很惨的感觉 还有今年意义哦 可是 对 但是就很特别嘛